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母将他送到学校 托莱多非常珍惜学习机会 学习异常刻苦 中学毕业后 托莱多因学习成绩 优秀获得美国就金山大学奖学金 前往美国研读经济 毕业后 托莱多又进入斯坦福大学 获得人力资源经济学博士学院 学成之后 托莱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工作 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在国外学习工作25年后 托莱多带着不能继续研究贫穷 而要改变贫穷的目的回到了秘鲁 创建了秘鲁可能党 开始步入政坛 1995年 托莱多首次角逐秘鲁总统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五年后 他卷土重来再次参与竞选 主要对手是日益总统腾森 秘鲁是传统农矿业国 经济一直比较落后 在拉丁美周位于中下游水平 腾森算是一位较有作为的总统 1990年上台 后就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秘鲁经济一度快速增长 但亚洲金融危机后 又陷入严重衰退 腾森的执政风格很受争议 被称是明明脆独裁主义领导 为了继续当选总统 在他任期内通过修改宪法 改变了秘鲁历史上总统 不得连选连任的法律规定 2000年秘鲁总统大选 在第一轮竞选中 托莱多与腾森得票领先于其他对手 但军委超过半数 面对腾森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 托莱多愤而宣布退 出第二轮大选 腾森于是第三次当选为总统 事后 托莱多不畏强权 揭露了腾森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 大声几乎恢复民主制度 成为废处腾森的风云人物 被视为反腾森的斗士 当年 腾森只是手下收满反对党议员的事件曝光 引发了秘鲁政坛剧烈动荡 腾森现实不妙逃到日本 2005年 腾森在智力被捕 腾森事件后 2001年 秘鲁重现举行总统大选 托莱多顺利当选为秘鲁总统 成为秘鲁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 创造了印第安人的传席 被誉为印第安人希望之星 上任后 托莱多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 但成效并不理想 为此 托莱多几次更换政府从里 内阁成员更是经常调整 自他上台之后 反对派经常找机会行风作浪 通过媒体不断曝光他的负面消息 诸如私生女风波 照记丑闻 还曾指控他吸毒 使得托莱多支持率不断下降 2006年连任总统竞选失败 卸任总统后 托莱多人活跃在秘鲁政坛 2017年2月12日 秘鲁政府发布了一则重大消息 指控他担任总统期间 涉嫌收受巴西一家建筑公司2000万美元贿赂 秘鲁法院下令对他收押审理18个月 并发布了红色通缉令 消息发布时 托莱多正在国外参加一个会议 据悉 如果托莱多被捕 他将是10年内 秘鲁第二位被捕的前总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